我二十三 北京理工大学 时尚管理 我是不婚主义 加上我绝对不会要孩子 为什么会有这么坚定的想法呢 结婚意味着很多很多东西 生存压力也很大 我最讨厌的就是 穷人还要去生育 因为这样其实造成的就是 那个孩子可能会很自卑 他需要用一生去治愈他 所有的精力 你是因为经济上吃过什么苦吗 就是会有很多无力的时刻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 父母也会给你压力 就是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标准 那你看我们上一辈 经济上也没有那么富足 也把我们养大了 就有没有可能 是我们把养孩子 这个事想得太困难了 就是他们那一辈有很多红利 包括他们上一辈 也会歌颂苦难 但我不认为是对的 那你不担心老了以后 一个人会孤单吗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那你都快活五十年了 你后面二十年稍微到点最早 其实我们年轻时候 非常潇洒很快活 但是也要考虑老了之后 然后至少要把那个钱赚够 那如果我们这一代 都不结婚生化的话 这歌老年化越来越严重 怎么办 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认为跟我没有关系 不缺我一个 我认为 这时候我是有点自私 我还是更在意我自己 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主 我不想经历这样的痛苦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6月23号星期五 今天狗哥主要聊的是 在中国墙里边的这个希望 还有绝望的问题 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小视频啊 里边的这位中国女生 不知道大家呢 从她的这个态度里边 看到的是希望还是绝望啊 大家看到的更多的是快乐 还是说呢 比较多的无奈 狗哥自己 从这个中国女生 他身上看到的 应该呢 还是这个更多的希望啊 这个事呢 狗哥待会呢 会再详细的说 因为这两天 关于这方面 中国是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 让人感到绝望的一个事啊 当然了 这个呢 它是来自这个中国的官方 那个事呢 就让狗哥感觉啊 中国墙里边的很多地方 真的是生活的是 让人是相当的窒息啊 真的很多地方啊 是能毁灭就毁灭吧 狗哥知道 说这种话呢 是很不正确啊 但是呢 有时候确实呢 就会有这种感觉 那个事呢 待会再说 先给大家分享 两个这两天 发生的中国帝都北京的事 而且呢 都是在这个北京的大学里边 是出现了两位孤勇者 两位这个孤独的勇士 第一位 可能有网友呢 已经看到了 是发生在这个中国最牛叉的北京大学里边 昨天 是6月22号 在北大里边呢 出现了一个公开举牌子的男生 这个呢 是当时的照片 大家呢 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啊 一共呢 是有两个牌子 一个呢 上面写着这个废处一党集权 拥抱多党制度 下边呢 还有这个举牌子 这个人 他的油管 还有推特的账号 放在地上啊 旁边的另外一个牌子上写 民主 革命 使动 下边呢 还有小字啊 hashtag 风雷 闹革命 从照片上看 这位男生呢 他应该呢 是穿了一个长袍子 但是呢 看不太清楚 他穿的是这个中国年轻人都知道的那种长衫啊 还是这个和尚的僧袍之类的 昨天 北京的这个天气气温是非常非常的热啊 超过了这个40度 据说呢 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的极值 那 在昨天的这种天气里边 这个男生 他穿着一个长袍子 站在那举牌子 这个呢 可能呢 也显得是很有决心 还有意志力 还有一张照片 是学校的这个工作人员 还有保安 他们呢 在询问这个男生 周边呢 还有很多学生呢 在围观拍照 当时举牌子这个男生呢 很快就被这个保安呢 给带走了 大家呢 肯定也都会知道 这个结局 目前还不知道这个男生呢 他会有什么样的对待 但是呢 很多网友呢 也都会知道 在中国墙里边 出现这种事 基本上这个 中国政府的公安啊 甚至国安 他们都会介入 这种事呢 不会只限于 在学校的层面呢 去处理 特别呢 是这种事 他发生在这个帝都北京啊 发生在这个最著名的北京大学里边 那这个北京的警察 甚至说北京的国安 他们肯定呢 是要去介入的啊 他们的肯定呢 会对这位男生呢 去进行调查 调查他举牌子的这个行为背后呢 是不是有什么这个组织 或者说境外势力之类的 现在呢 还不确定这个男生 他到底是不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 那根据他举的这个牌子上写的他的油管 还有推特上的ID 大家呢 呃可以了解到他更多的情况 推特上他这个信息呢 更多一点啊 上面呢 有一个戴眼镜呢 男生的照片是站在一条河的一条船上 可能这个呢 就是这个男生 他本人的照片 ID上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张生啊 不知道这个呢 是不是他的这个真实的名字啊 大家呢 暂时可以把这个男生呢 叫做是张生 他在推特和油管上发的这个主要内容呢 都是宣布中国的这个民主革命开始了 并且呢 推荐了他自己写的书 这个书他是放在这个Google云端的硬盘里边 分为三部分啊 有三个章节 感兴趣的网友们 大家呢 都可以自由的下载去看一下 他这个书 第一章的名字呢 叫求火之鹤 自由之章 第二章呢 叫谢处农场民主之章 第三章呢 叫明日海空设计之章 狗哥呢 是大概看了一下 这三章的这个全部内容 有超过一百多页的这个A4纸啊 里边这个内容很多 看起来呢 也是有点这个庞杂 可能大家呢 需要比较有耐心才能看进去 他在油管上的频道里边呢 只有一个视频 视频看头 应该就是这个张生本人 他穿着那个长衫 走进了那条船 然后可能呢 就是他本人演唱的这个Beyond乐队啊 那首非常著名的歌 海阔天空 这首歌呢 也是狗哥自己啊 自古以来都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 特别呢 是最近十年一来 Beyond的这首歌海阔天空 那他对于香港人来说 这首歌呢 也有越来越多的特殊的意义 这个呢 很多观众呢 肯定的也都会知道 这些就是目前所知道的啊 有关这个昨天在北京大学里边 举牌子的那个男生 他的这个所有的情况 他的名字呢 可能就叫张生 另外 他的这个推特上呢 还放了两张图片 看起来呢 是比较有这种科幻的风格 狗哥呢 是不知道这两张图片 是不是有什么这个出处啊 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啊 如果说 有了解这两张图片的网友们 狗哥呢 特别欢迎大家呢 留言指点一下 如果能了解这两张图片 那可能对这位张生呢 就会有更多的了解 昨天举牌子的这个张生 就让狗哥想到了 在去年十月份 在北京四通桥挂横幅的 那位勇士啊 彭在周 彭立发 彭在周 他在当时除了有这个挂横幅的行为 他的这个推特上呢 也发了很多啊 很系统的这些个政治主张 他们之间的区别啊 彭在周 他的那些主张呢 都是完全政治性的 昨天这个张生 他写的那本书啊 里边那个内容呢 文学性呢 是比较强 这个呢 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区别啊 可能有网友呢 还有印象 在这个月来月初 在地独北京 著名的那个鸟巢体育场的外边 还出现过 一位女士呢 撒船单 传播这个美国独立宣言 呼吁中国人呢 现在就要有所行动 这个呢 是最近啊 这个月以来 在中国地独北京 出现的两起 有政治诉求的 这种表达事件 但是呢 他们这个无一例外啊 鸟巢撒船灯的那位女士 还有昨天 北大举牌子的这个张生 他们无一例外啊 是都马上被消失了 跟那个彭在周一样 墙里边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呢 都完全不知道 他们曾经存在过 正在看这个影片呢 如果说有北京大学的同学啊 如果说碰巧 有知道这个张生的狗哥呢 也特别欢迎大家呢 给狗哥发email 提供一下这方面的信息 这个呢 是关于昨天 在中国的这个北京大学里边 发生的事 另外 在前天 同样的是在地独北京的 另外一个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里边 同样呢 是发生了一个比较勇敢的事 啊 在狗哥看来的 农大发生的这个事 他呢 也是需要有相当勇气的 就是这个农大 他下属的人文与发展学院的院长 在今年 大学生毕业典礼上 他做的一个演讲 大家来看 这个呢就是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的官方微信账号 他发的这位院长的讲话 院长的名字呢 叫叶敬忠 他在毕业典礼上讲话的题目是 在权力的包围中 不要熄灭 真善美的光 到现在为止 这篇文章 在中华墙里边呢 还没有被删掉 狗哥是估计啊 随着这篇文章 他被传播的是越来越火 啊 那这个文章呢 他呢 就有这种比较大的概率 会被审查掉 会被删掉 今天 中国墙里边呢 是有很多人都在转 农大这位院长的讲话 大家来看一下 他都讲了哪些 这个比较有种的话 刚开始 他说 面对时代 并与之较真 常常需要有扛着痛苦的勇气 作为中国人 我们为国家保持长期的稳定发展 和取得的巨大成就 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但是呢 从世界范围来看 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一些事 让他每天醒来呢 都是恍如隔世 战争灾难 凶残杀害 欺辱霸凌 网络暴力 知名学者煽动鼓噪 狭外民族主义 主流媒体 情有独钟 娱乐 花边新闻 公共部门系统 编造 虚假统计数据 等等 那像这样的话 在中国体制内的一名大学的院长 讲出来 就是这个比较的猛 凶残杀害 这个欺辱霸凌 网络暴力 他说的主要都是最近 中国墙里边发生过的 这个种种的悲剧 知名学者煽动鼓噪 狭外民族主义 他那说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金灿荣 张维为之流 主流媒体 情有独钟 只娱乐 花边新闻 公共部门系统 编造 虚假统计数据 那这个呢 就更不用说了 他直接批评的 就是中国官方的部门 这位院长 接下来说 从来没想到 在21世纪的文明社会里边 还会发生像这样的 这么多的事 他说呢 从世界范围来看 他每每感到三观被打破 底线被击穿 想象力呢 是严重赤字 对明天会更好 极其怀疑 对文明的进程呢 极度不确定 他这儿虽然说的是 从这个世界范围来看 但是大家都能够看懂 他主要说的 其实呢 就是中国 他这儿呢 主要批评呢 就是中国加速开道车的这个情况 再往下 这个院长呢 主要就是希望 毕业的这个大学生们 在这个越来越粪坑的环境里边呢 要保持底线 要真实做人 要把人当人 最主要的 就是要在权力的包围中呢 保持清醒 这方面 他呢 是讲了很多 讲的都是这个非常不错啊 感兴趣的网友们 大家呢 都可以搜到他这边演讲呢 详细的看一下 比如他说这个 面对权力的包围 不能要求年轻人们 像一枚枚鸡蛋 去撞向坚硬的高墙 但是呢 他希望年轻人们 能够保留 装在脆弱外壳里的那颗 真善美的灵魂 希望你们呢 不要熄灭灵魂深处 那书真善美的光 希望你们呢 保持向着真善美的那书光 自由奔跑的勇气 即便是摔了一跤 也可以面带微笑 所以呢 这位院长 他对中国年轻人们 还是这个很爱护的 并且呢 有比较大的期待 但是呢 在这个讲话的最后 这位院长呢 他呢 也说了一句 这个有点正能量的话 说呢 中央要求任何人行事权利 都必须为人民服务 国家最大的权利 就是为人民服务 他这个整篇致词啊 整篇讲话里边 只有这么一句 这个正能量的话 这个呢 对于中国体制内的一名大学院长来说 狗认为呢 在如今的这种战狼时代 和文革2.0的时代里边 这个呢 已经是相当难得了 他这个整篇讲话里边 都完全没有提到这个最高领袖习近平 这个呢 真的就已经是很难得了 因为前几年 已经是出过一个类似的事 也是很有名的事啊 是在2018年 中国的这个战狼元年 当时在这个中国浙江省的这个浙江传媒学院里边 在当年的新生入学典礼上 浙江传媒学院下属文学院的一名副院长叫赵思运 他是给新生做致辞 当时演讲的名字呢 是道义担当不能成为稀缺精神 赵思运的那个演讲里边完全没有任何批评中国政府和官方的语言 他呢 只是重点讲 人的尊严 对人的尊重 他希望这个大学生们要有作为真正的人的社会担当和良知 要有独立的人格 但是这个赵思运当时做了那个致辞以后 很快就遭到这个校方的处罚 他呢是被处于党内严重警告 因为那个赵思运呢 他呢也是一名中共党员 校方对他处罚的理由 说呢 赵思运在那个演讲里边呢 有不当用词 另外呢 他在以前呢 也多次转发和发表错误言论 造成了负面影响 在狗哥看来 前天中国农大这位院长叶敬忠 他做的这个毕业之词 他里边讲的话 直接针对权利 这个呢 比当年浙江传媒学院那个赵思运讲的呢 还要僵锐不少 当年赵思运被处理以后 中国墙里边各个大学的这个毕业典礼 还有开学迎新典礼 上边的讲话都是变得更小心翼翼 基本上呢 都变成了这个片儿的汤话 鸡汤话 所以呢 在前天 中国农大的这位叶敬忠院长 他现在呢 还敢这么讲话 那狗哥认为呢 他真的是也是很有勇气 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跟这个片头小视频 有关系的一个中国墙里边的新闻 而且呢 这个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发指的 这么一个新闻 片头的这个小视频里边 那个中国女生 他要表达的意思 大家呢 都能看得很明白 他今年呢 是23岁啊 应该呢 是属于中国的一名 这个00后 狗哥认为呢 他的观点 能够代表相当一大部分 现在中国的年轻人 特别呢 是中国这个大城市里边的 女生 他们的观点 这个呢 也是最近几年以来 中国墙里边出现这种年轻人结婚率 这个雪崩 中国这个孩子出生率 雪崩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有太多的这个中国的女性 他们是感受到这个生活的太辛苦 生活的这个太压抑在中国墙里边啊 人家现在呢 连结婚都不愿意 更不用说去给这个中国政府生孩子了 当然了这个现在很多中国年轻人里边的男性 他们同样呢也是这样 他们呢也是不愿意去结婚生孩子 这个姑娘她说的其中的一个观点 说她最讨厌这个穷人还要生孩子 那这个观点呢 狗哥呢是不太认可的啊 这方面 狗哥的这个完整观点 第一 生不生孩子 这个呢完全应该呢 是个人的自由 而且呢 这个呢完全是女性个人的自由 其他人从根本上讲 是没有权利去干涉和要求的 其他人呢 更没有权利用强制的办法呢 去要求生或者说呢不生 所以呢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 他们呢都应该有生孩子 或者说不生孩子 他们呢都有生一个 或者说生几个的这种完全的权利和自由 只要是出于他们个人啊 主要呢 是女性的这种自由自愿 这个呢 是狗哥的第一个最基本的观点 第二个基本的观点 那既然生了孩子 那身为父母呢 就必须呢 要有全新权利去抚养好孩子的这种义务 还有责任 这个呢 首先是身为父母的责任 其次呢 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就是在这个抚养好孩子 抚养好未成年人这方面 孩子啊 是不亏欠父母任何东西的 即便是孩子成年以后 也不亏欠父母任何东西 这个呢 是狗哥的第二个基本观点 所以呢 那狗哥认为呢 穷人啊 当然有权利去生孩子 但是穷人呢 也必须要全心全力的去爱孩子 去抚养孩子 去教育孩子 这方面 如果这个穷人 对自己的孩子做的不好 那这个政府和社会呢 就有责任去帮助和干预 如果这方面 穷人他做的是这个极端的差 他只生不养 那政府和社会呢 就可以通过法定的程序 去剥夺穷人对孩子的抚养权 把孩子呢 放在更好的环境里边呢 去抚养啊 当然了这个如果说有富人 他们对孩子的抚养呢 也是做的特别的差 那这些富人 他们的抚养权呢 也同样可以被剥夺 这个呢 是狗哥完整的观点 大家来看这两天 中华墙里边这方面的一个非常令人发指的事 女子连生六个女孩 仍然被要求生子 想离婚遭驳回 法院对其送出家庭教育令 是对这位母亲送出了这个家庭教育令 这个呢 是发生在中国湖南省的一个县 叫陈西县的事 这个事呢 大概的情况 是当地呢 有一位女士啊 熊某 他呢 跟一位男士欧某 在2015年呢 是登记结婚 他们在登记结婚的时候 这个熊女士呢 已经为这位欧某呢 是连续生下了四个女儿 他们在结婚以后 熊女士呢 又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所以呢 已经是有了六个女儿 但是呢 熊女士 他这个丈夫家呢 重男轻女的思想呢 是非常严重啊 他们呢 就要求熊女士呢 要必须接着生 一定呢 要生个男孩子出来 结果呢 在2019年 熊女士呢 他是不堪这种生育之苦 就逃回了他自己的娘家 在2023年 他向法院呢 就递交了这个离婚申请 那湖南这个县法院的法官 他认为熊女士呢 在逃回娘家之后 一直呢 没有再回婆家 去照看六个女儿 也没有支付这个抚养费用 如何如何如何 然后呢 法院呢 他就对这个熊女士呢 是发出了一份家庭教育令 责令这个熊女士呢 要积极学习家庭教育知识 承担起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 切实履行监护职责 承担对未成年人子女 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 这个事呢 是湖南陈锡县这家法院 他在他自己的这个 官方的微信账号上 在前天主动发出来的 他呢 是想通过这个案子呢 去夸他自己 认为他们呢 是在为群众办实事 但是现在他这个官方账号上 这篇文章呢 已经是不见了 肯定呢 是被中国的网民们骂的 他们自己删掉了 那这个他为什么会遭骂 大家都会懂 狗哥呢 也不想再去多解释了啊 所以呢 影片开的小视频里 那个姑娘说 他最讨厌的就是穷人生育 这个呢 在中国墙里边的很多地方 可能呢 也很有道理 因为在中国墙里边有太多的地方 确实呢 都是只生不养 就像湖南陈西县的这个案例啊 他们连续生了六个女儿 但是呢 婆家呢 还坚持呢 必须要再生一个男娃出来 那对于那六个女娃 对于那六个女孩子 婆家 他们会去好好的抚养 好好的教育吗 这个呢 显然是不可能的 绝对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 在这儿这个最根本的问题 还是中国政府 他的失职 他的不作为 在这方面 中国现在这种结婚率啊 这个孩子出生率 血崩 肯定首要责任 都在这个中国政府身上啊 好了 今天呢 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 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见啊 拜拜